佛书十善乐道经 这个经题前面讲过一次 没有讲完 今天我们接着讲 佛书摄善介绍过了 我们今天来讲乐道 什么叫做乐 我们这一切的活动 从齐心动力 言语造作 正在进行的时候 这叫做事 我们常常问 你现在做什么事 这个事情做完之后 那个结果 叫一 佛把我们所有一切造作 分为三大路 这是大家所熟知的 善业 物业 无忌 分为这三大路 总不出这三大路 无忌 就是说不上是善还是无 这个称为无忌 就是我们拿个毛巾擦个脸 喝一杯茶 这个无所谓善与我 这一类的叫无忌 善业物业呢 通常在佛法里面讲 我们讲五成佛法 那五成佛法 就是五个标准 人臣 天臣 声闻 原觉 菩萨 每一个阶层的标准 都不一样 但是 他有一个不变的原则 有个原理 这个原理呢 就是 利益众生的 这个事业 这是善业 利益自己的这个事业 这就是我 那么这个说法 许多粗学的人呢 不能接受 哪一个人不为自己 不为自己 这有什么不好呢 可是在佛法里面呢 那真的是不好 为什么 因为佛法的目的 跟世界的目的不一样 佛法的目的 是要做佛 做佛呢 一定是超越三界 超越十法界 你才能做得了佛 那么做佛 何以不可以有自力 佛说了 你为什么不能做佛 你为什么会生活在六大轮回里 就是因为你 自私自利的心 太重 佛法讲 你职责有个我 有我 你就脱离不了六大轮回 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清楚 所以佛法教给我们了 要破我直 破我直 那么我们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决定不要为自己想 这个我才能够淡化 才能够断掉我 那么什么事情 齐心动念还想着有我 你这个我的念头 天天在增长 那换句话是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修得再好 都脱离不了六大轮回 修得很好 也不过是像天父而已 出不了六道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才晓得 佛为什么不许可我们 为自己立业去着想 我们就明白了 这个道理 世间人不懂 那么换句话说 你不想脱离六大轮回 那就另当别论了 那就可以 如果你想超越六的轮回 我是非断不可 精干精神 你看是多好 若菩萨有我像 人像众生像 即非菩萨 菩萨超越三界 超越三界 小菩萨了 要无偶像 才能超越三界 超越三界 出不了四法界 那就我们讲四圣法界 声闻 言觉 菩萨 四圣法界里面 还有佛法界 他们是什么原因呢 我执没有了 不再执着我了 他执着法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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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他还有 四相 五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五相没有了 他不执着 他还执着 有人 有众生 有受者 所以 出不了 摄法界 必须四相 四界 断境 那你超越 摄法界 你是 法身 菩萨了 金刚经的标准 是 法身 菩萨 不是 摄法界里面的 全小 菩萨 不是 所以他的要求 是要破四相 要破四界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才知道 佛的教学 是真实的 我们要很认真 努力 在这里学习 怎么个 学习法呢 念念 为众生 作响 不要为 我作响 为别人 服务 不要求 别人 为我服务 要懂这个道理 这些话 回教 古兰经里头 都说 他说 失者 比不 比这个受者 更有福 古兰经上说的 这个话要用现代话来讲呢 我们替别人服务 比我们接受别人 对我服务 更有福 那么换一句话说 什么人是有福的人 为众生服务的人 这个人有福了 这个在新纠约里头 也有 那么佛是更近一层 在为众生服务 这里都还没有忘掉我 佛家是 为一切众生服务 帮我忘掉了 于是这个佛报就更大了 这个佛报超越六道 超越舍法界了 我没有忘掉 决定在六道轮回 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善的标准 这个善业的标准 再次 那么我们就要自己好好问问自己 这一生 想不想 脱离轮回 冷回也太苦了 想不想 利苦得乐 真想利苦得乐 我们一心一意 奉献给一切众生 这种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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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有好的果报 众善因 一定的善果 不需要求 不求 不求得到的更多 你要有求 得到的反而少 不求得到的更多 这个道理很深 可是四十呢 如果我们冷静观察 很明显 你看看我们周边这些人物 反而是行好事的 一定得善报 那么有些人 在这一生当中 得到富贵的果报 我们看起来 好像他并没有行什么善 甚至于还做很多卧事 这是什么原因呢 像是他前生修的 前生修的因 这一生得果报 这一生当中 很可惜 他没有遇到善知识 没有遇到明白人 教他 于是他迷惑了 迷惑才造业 才造这个 无善的业 由于造不善的业 过去身中修的佛报 很容易消失 那么到来生 果报就没有了 佛报就没有了 那么他所造的 卧业呢 这个卧报就先进 所以 释出世间一切法 你要看透了 无非是一个 因缘果报的循环 转变相续 这一句话 把释出世间 所有的现象 说尽 祝佛菩萨 明了真相 提解大道 提是体会 痛大明了 解是解说 他能够给别人讲解的很清楚 大道就是这么一种思绪 这个道 跟我们佛法里面讲的 法 是一个意思 道也是包括 宇宙人生的真相 一切 性向 理事 因果 这是道 在佛家 叫法 因此 我们 必须要做 善与 这个经 虽然 佛教 粗修 但是 他通 直通 如来 果地 换一句话 说 这个里面所说的 是从初发行 一直到如来地 始终 都是在奉行 没有一天 没有一颗 远离他 这是佛法的基本法 也是佛法的圆满法 我们不能不重视 经不长 你看这个波波的这么一个小册子 我们现在开始学习 如来是完全做到的 做得圆圆满满 这个人就叫佛陀 虽然 说了十条 这十条前面讲过 不再重复了 每一条里面 离 甚深 四 深广 深广 无有边际 所以从初发行到如来地 都学不完 所以 不可以把它看得太轻了 看轻了 我们就疏忽了 以为这些东西 是劳僧常态 我们 我们常常在犯过失 对自己修行造成重大的障碍 就是你 佛法里面的义行道 念佛求生净土 都被他障碍住了 无疑障障碍住了 念佛不能往生 这个道理要懂 佛在这个三部经上都讲得很清楚 西方极乐世界 是诸上善人 我们修会以处 善人的标准 就是这个经上所说的 我们佛念得再好 念得再多 我们不是善人 所以极乐世界去不了 阿弥陀佛再次的 要见你去 那一边的大众不欢迎 都是善人 你这个不善人在里面 那人家怎么能容纳你 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 念佛决定要修善 实在讲 无论在佛法里面修善 哪有个范围 都得要修善 一 这个道是双关语 一个是从理上讲 这是大道 宇宙人生的大道 另外呢 从四上讲 这四上讲啊 就是施法界 就是一针法界 看你实上所修的标准 修实上 也分高下 也分等级 上上上平的尸身 做佛 一针法界的做佛 上上平的尸身 舍法界里面做菩萨 这样一直往下降啊 降到下下平实善 下下平的实善 无鬼道 地狱道没有善 地狱道 这是很糟糕的 如果这个实现通通没有啊 这是地狱道 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 你能把这个经典参透了 自己齐心动念 落在哪一道 很清楚 很明白 不必去问人呢 不但是来生到哪一道啊 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现在我们这个身体 住在哪一道 也清楚 可是现在住在哪一道 很多人不知道啊 我们都是人道吗 不禁忍 天台大司讲的 不皆谦辱啊 人道里面 有人中之佛道 人中菩萨 人中的身文允许 人中天道 人中畜生 人中恶鬼 人中地狱 我们现在在人道里头 这个舍法界里头 我们是哪一道 也千岁也明了 人一定要做个明白人 不要做个糊涂人 做糊涂人呢 就坏了 所以 厨师带人 借武 在生活工作里面 记住 古人一句教训 赤亏你是福 难得糊涂 那个糊涂是假糊涂 不是真的 决定不可以 存占便宜的念头 占便宜 那你吃了大亏了 我在讲习当中 跟大家 常说 我说的事 比较要深一层 我常讲到持戒 由 占便宜的这个念头 戒就破了 这个戒是什么 偷盗戒 占便宜的念头 就是偷盗戒了 你就犯了 这是我们特别要小心 谨慎 我们还有这个体力 还有这个智慧 有这个能力 多为一切众生 多为这个社会 多为世界 你佛物的面越广 佛物的面越广 佛物越大 我们不是 习求佛物 我们是习求佛狗 我们是习求无上不体 绝不是求佛 所以希望大家 深深体会 这个大道理 末后这个金字 金是常讲的 可以省略 今天我们有不少 从中国来的新的同学 我把这个字略略地说一遍 中国人书本乘经 这是非常尊重 极其尊重他 才称他为金 这个字 在佛法里头的解释 很多 《华言经》 讲诗 有十种解释 太烦了 那么一般 这古代讲经的法师 常常用四个字来解释 惯世常法 惯是将他的语言文字 有层次 有条理 一点都不乱 从头到尾都能够贯穿 这个特别在我们 扩判里面能看出来 真的 他的文章做到 不能加一个字进去 也不能少一个字 少一个字 他断了 加一个字是累赘 多余的了 好文章 好演员 这一点 世间的文人 高明的 也都能够做得到 像我们中国 自古以来 传下来的 这些作品 这个字 几乎都能够做到 第二个字 这个意思 他能够 设受人心 让你接触之后 愚霸不能 就像这个 慈食 喜帖一样 他有这个能力 你想我们看一般报纸 看一遍 决定不想看第二遍 所以他们有这个能力 可是这个佛经 看一辈子 看不厌 越看越欢喜 这设的能力 常是他里面所讲的道理方法 永远不会变 无论在哪个时代 无论在哪个环境 他都是正确的 他对你都是有利益 这个是常 法是法则 无论在什么处处 在什么年代 任何一个众生修行 依照这个法则 决定能成就 所以居足 这四个意思 再称之为金 所以我们这一个 整个的题目 佛书十三一道经 我在前面跟诸一首歌 这个地方的佛书 不同其他经典 它就像净土经里面 所讲的佛书 十四方三世 一切祝福不守 不是一尊佛书 所有的佛都说 说这个 十种现法的业道 帮助我们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甚至于无论你修学的是哪一个宗派 在这个基础上 用功夫 你决定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